我们国内的智商者家长团体 在国内每一个县市成立了44个家长团体 那么这些家长团体我们在推派代表成立家长总会 那我们二十几年来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让这些智能障碍者能够在家里面生活 能够在跟社区能够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重视早期疗愈 特殊教育 职业联教业辅导等等 那么他们在社区生活里面 通常如果没有花更多的力气的话 他们的参与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家长团体呢 每一年都举办各式各类的活动 让他们能够参与 那么今天的活动是七月竞赛 他们透过各种比赛 能够看电视里面那些选手的比赛 他们也都可以参加 他们也都可以得到名字 他们本身都已经尽了全力了 他们很重视自己的成绩 他们的家长看到孩子的努力 也都很大很好的感动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在台东的时候 那我在比赛的第二天 我带几个海外的外宾去机构的访问 那有个孩子还在那边扫地 他就是不肯把他的奖牌拿下来 所以参加这个运动会 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生活体验 那我们每年都举办 那么当然有一次呢 我也看到一个阿嬷 他带他的孙子来参加 他跟我说 他每一次都参加同一个项目 就是投篮比赛 已经参加了十几年了 他跟我抱怨 今年篮关是不是小了一点 为什么他孩子都投不到篮关 都投不进去 以前很准的 我那时候其实很不忍心跟他说 但是我自己心中有数 阿嬷年纪大了 孩子年纪也大了 他眼睛可能不是那么好 手脚可能不是那么的灵活 我们孩子日间日间的长大 这个孩子毕竟跟他的兄弟姐妹一样 都能够跟家庭生活在一起 都在社群中生活 但跟三四十年前相比 至少他没有一直都被关在教养院里面 跟社会隔绝 我想这是我们家庭团体 还算是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除了我们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些孩子各种权利 给他各种机会之外 社会大众如果你的公司行号能够提供救援机会 希望能够多多帮助这些心事障碍的孩子 他们在家庭能够生活 在社区上能够有工作的机会 那我们也经常举办了很多的活动 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的话 我相信这些孩子也会跟我们一样 会有丰富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